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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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信男子遲到闖入果園 投椰子被警方團團包圍 手上這把刀就朝警員指著 周姓圓警拿警棍 試圖打掉藍坡刀 卻反遭砍傷 一路追到果園外 圓警開槍赫止 好不容易將承信男子壓制在地 這事件就發生在去年4月 圓警左手機箭還因此被砍斷 不過法官問了一句犯案動機 承信男子說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偷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要襲警 更不知道自己有被開槍打傷 這番說辭 法官認定他看到警方圍捕 卻沒有逃 還持刀拒捕是行為異常 醫院鑑定後說是思覺失調症 也就這樣原本被起訴的殺人未遂 強盜妨害公務通通判無罪 而且只需要家人和醫師的協助改善 不需要強制就醫 當年手腕機箭遭砍斷的圓警 就是他一年了 手上留下疤痕還在復健中 聽到這樣的判決 無奈卻只能尊重 圓警認為法官判襲警男子無罪 但誠心男子狀況難掌握 也應該又有配套措施 畢竟遲刀砍傷圓警是事實 這樣的傷害事件 誰都不希望還會再有 下一次 記者張春華 阿拉比鄉屏東報導 北小龍